好 观众朋友对于尼斯湖水怪讨论度还蛮高 像是赵信志都说 如果只有一只的话那要怎么繁衍后代 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我还没有想过 另外阿博说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湖水抽干就好 不过尼斯湖是非常大的 要抽干恐怕也不是很容易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关心 这个美国的商业部部长雷蒙多 在这个27号正式访华了 那当然了也引发关注 因为其实他在北京 双方在会面之前 都为了促成这一次的会谈 做了非常多的善意 像是这个美国就先是取消了 对中国企业的实体制裁 而且其实美中在多年的竞争下 会谈到底可不可以达成实质的结果 外界都是非常关注 一身紫红色套装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硬邀跟中国大陆商务部长 在北京展开会谈 欢迎你来到我们商务部 非常高兴在经贸领域进行开展对话和协调 美中关系恶化 让双边贸易额在今年前七个月 跌至3600亿美元 年降幅9.6% 出口是中国大陆经济的重要支柱 外媒发广指出 中国面对经济困境 期盼美方能在关税让步 化解经贸分歧 我愿意跟你共同努力 为两国的工商界 加强合作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特别是促进我们两国的贸易和投资 能够稳定的 可预期的发展 为世界的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联盟多在27号晚间抵达北京 预计停留四天 他是近七年所谓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 也是今年六月之后 第四位访中的拜登政府官员 行前曾经说过 他不会手下留情 但打算务实一点 双方可能触及科技战 美国对中国限制半导体等问题 根据彭博分析 虽然对联盟多此行不能期望太多 但是近期访问北京的拜登政府官员中 雷蒙多被认为最有可能 缓和世界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对立 TVB的新闻 林龙士陈运文综合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27号到30号访问中国 那当然了 外媒也非常关心这一次访华 到底可不可以改善紧绷已久的中美关心呢 还有两方会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现在外媒就分析说 因为现在大陆的经济是下行 有一些压力 所以有可能会为美国争取更好市场进入的一个条件 但是雷蒙多也有可能被北京敦促要缓解对华相关的一些施压 但其实美国促进中国经济稳定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目前中国大陆还是美国最大进口的来源国 美国对于大陆出口额有1540亿美元占比非常的高 而且外媒就有分析说其实这一次呢 雷蒙多来台湾 因为2023年已经有四位官员访华 拜登政府访华官员中对于改善中美关系 雷蒙多可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甚至也有可能来帮助这个恢复波音737 MAX来交付 因为其实从2019年空难之后呢 中国大陆中美关系紧张 所以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对波音737 MAX来开绿的弄 那么这一次呢雷蒙多访华期间 预计也会来成立美中出口管制小组 还有商业问题的工作小组 但是我们知道说雷蒙多这一次任务非常艰难 因为他一手要提升中美关系 另外一手又要限制相关的贸易 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呢 我们也访问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的副教授李大中来为我们说明 我想第一点就是雷蒙多的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 北京跟上海 我们还是要把它看成是 从5月到现在这三个月左右 美中高层 这种比较密集的频繁的接触有关 他是一系列的一个现象之一 因为在雷蒙多之前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包括像是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气候变迁特使 凯瑞已经接连访问中国大陆过 那当然前三次一般判断说 是一个象征意义比较多 实质意义比较少 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具体的成果 回来 那这次雷蒙多去其实也是被赋予一些众望 但老实说他的这个任务也是并不容易的 挑战性很大 因为雷蒙多基本上想要谈的包括说 关切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这种不公正的对待 还有可能是一个希望能够增进了这个 比如说美国的商业利益 像是中国大陆能够更进一步的放松 观光客到美国来消费 还有像是一些波音科技的一个购买等等等等 那这议题其实有些地方北京可能会有一些空间 但有些地方可能会没有 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 代表说中美双方即便在很多议题上是不见得同调 不见得是没有分歧 但是至少起码有持续打交道 持续沟通 继续让美中高层这个互动的状况产生 那至于这个雷蒙多 有没有办法带回比较实质的一些成果 我觉得要看未来两三天实际上的一个成果而定 好那像观众朋友HF说 他认为中美关系是改善不了 只能避免更僵化更恶化而已 的确就像刚刚这个李大中教授说的 这个还是有持续接触 当然还是会比较好 接下来带大家来关心 日本排放核废水相关的新闻 在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那么当然在周末 东京电力公司 也第一次开放这个福岛的核电厂 让媒体进入来拍摄 包括像是监测水位还有西市 核废水相关的过程 通通都透明全部开放 让媒体参观 工作人员坐在核电站控制式监测放水作业 他们仔细紧盯水箱中的剩余水位 一个个储水罐让核废水稀释的过程透明公开 这是东京电力公司将核废水排海之后 首次开放福岛核一场 让媒体参观 东京电力强调了海水中放射性物质 穿的浓度低于检测下线 但这些对于抗拒核废水的日本民众来说 还是难以接受 不止日本民众走上街头 南韩甚至有议员组团前往辅导抗议 还有菲律宾环保人士认为 日本政府的决定非常自私 河废水排海问题 引发许多地区水产品安全的担忧 为了避免南韩水产业者生意受影响 连地方政府都出来挂保证会加强检测 南韩总统府还说 未来会把国产海鲜加入午餐菜单 让官员带头吃 来减少民众对海水可能受污染的疑虑 T1新闻综合报导 好 上观众朋友 这个亨打提提离次就说 以后只能吃北海道的鱼 的确也很多人有这样子的说法 认为北海道的海鲜比较不容易受到污染 不过这个说法其实都有两派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其实这一次呢 这个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 大陆非常强烈的反弹 当然也影响到双方的关系 他们不只是禁止日本水产进口 原本原定这个日本公民党党魁 28号到30号要拜访中国大陆 但是26号临时就被北京告知要延期 那北京的说法是现在中日的关系 状况时机是不适当的 那么日媒也认为说 中日两国关系恶化 可能是不可以免的 另外呢包含像是其实在中国大陆 很多的日侨学校也受到波及 有的被扔石块 有的被丢鸡蛋 甚至其实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 还会打越洋电话到日本来骚扰 包含像是日本有系列说说 接到很多说中文人士的电话 不得不拔掉电线 真的是骚扰非常困扰 难以正常的营运 另外也有大陆的网友在网路上分享说 到底要怎么样取得日本企业的电话 来教大家打过去骚扰 不过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不太好的 另外呢这个陆克服日游的旅游的这个团呢 其实也退了非常多 本来才刚开放的 另外现在还有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 甚至呼吁说在华的日本民众 不要大声的讲日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这个决定 让北京官方反应非常的强烈 那他质疑日本的决定 是有害于环境 有害于卫生 那北京也质疑说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的一个认可的评估 他是质疑这样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评估报告 那除了官方以外呢 我们也看到民间反应是很激烈的 就是中国大陆民间有很多 这种反日的一些作为 那其实早在这一次排放核废水之前 其实中日关系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点的状态 那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 两国的社会跟民间 对彼此的这个负面的观感 在过去十年来是不断的增高 不断的恶化 那以北京来说 中国大陆民意主要还是针对 像钓鱼台啦 历史问题啦 还有一个美日同盟 看起来更加的紧密 好像是要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这些原因 那日本主要还是一个 针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紧缩 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 还有一些决策不透明等等 所以民意上对中国大陆的观感也不好 那即便是去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 北京跟日本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跟岸廷文雄 在去年亚太金河会也见面 那林芳正外相也访问中国大陆 但基本上无法缓解 那主要也跟这两三年来 美日同盟更加紧密 那美日韩三方也更加的合作 那对北京的解读就是一个 美国的主导要遏制中国大陆的一个 发展跟崛起 所以核废水的排放我觉得是一个表象 基本上一夜之秋反映出 目前的日中关系 还有美中关系的一个现况 好 那么这个日本排放核废水 其实很多人都是会担心说 这个当中的川会影响人体 那川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种放射性的同位素 它可以来制造核子武器 还有医学生物的相关的显影剂 还有逃生出口的标志 也就是说黑暗中会发光的物品当中 很可能都含有川的成分 那川进到人体会怎么样呢 的确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有收到观众来信说 川呢其实是跟只能跟水来结合 也会跟水一起排出体外 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搜寻这个福岛核废水处理的官方网站 他们上面其实也说 少量的川呢会和蛋白质还有有机物来结合 所以其实在体内也是有可能有结合 包括像是透过呼吸涉食 还有皮肤接触来进到我们的体内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来禁止相关的水产 中国香港澳门都发出了抵制的禁令 澳门甚至不只是禁止水产 包含像是蔬果肉类还有奶蛋等鲜活食品 通通都不可以 排海从今天开始至少要持续30年 而且可能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大陆央视记者前进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附近 关注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 大陆外交部在排海决定前 更是态度强硬抨击 尽管措辞强烈 甚至大陆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还为此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崔秀夫 但都无法改变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的既定计划 大陆官方加码寄出更严格禁令抵制 从24号起 大陆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7月时大陆先是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都县食品 当月大陆从日本进口的鲜鱼就比去年同期暴减54% 现在全境影响扩大 而香港跟澳门也在日本核废水排海前发出相关禁令 当然我们特区政府经过研判之后 已经是确认了十多元的水产品 其实是有一定的食安风险 我们都不会建议市民去那些地方那里采购当地出产的水产品 将要禁止来自日本东京福岛等10个地区 捕捞制造加工或包装的水产品 海盐和海藻也包括在内 违法供应者将被判罚款10万港币 仅监禁12个月 至于蚝油 鱼蛋 虽然可能用到被浸的水产品 但属于合成食物不算在内 另外香港人到日本旅游自行带回的水产品 不受禁令管制 可是如果是代购有商业行为就不可以 有类的因素都是一籃子的 比如我们会看的就是日本声称排放系统的运作是否正常 看一下他们在日本方面的海水水产 辐射水平的数据是怎样 禁令发出要撤销没那么容易 港府表示以2011年辅导核灾时经验 大约要7年才放宽 在香港专营日本水产零售和批发的供应商 他们的货品有6成都来自禁令中的10个地区 为了止血已经早一步停止进货 但之后即便不是从这10个地区进口的日本水产 香港海关也要加强查验 供应商担心可能延长清关时间 不只是进口水产损失 顾客因为政府禁令 可能对于所有来自日本水产品都有所顾忌 预计生意将下跌三成 而澳门也有相关禁令 但不只是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品 也包括蔬果肉类奶蛋等食品 虽然澳门禁止的品项比香港多 但今年一到七月 澳门进口的日本鲜活食品 约有110吨来自10个都县 占进口量不到0.1% 不过市场认为随着大陆全面禁止来自日本的水产品 港澳预计也会跟进 这波日本核废水排海抵制潮 影响将持续扩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像是观众朋友 HF说他比较感兴趣说 日本会不会因为多国的反制 跟禁止海产而刹车 还是坚持要排30年呢 的确这也是未来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呢 因为看起来禁止海鲜 其实对日本的影响真的还是蛮大的 那么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国家都反对 日本排放核废水 那日本人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也访问到东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宇 来帮我们说明 在中国的日本人觉得害怕极了 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其实他们现在是真的打电话也好 或者是实体倒跑到日本的公司去抗议也好 就是他们整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一吵起来 其实不管是核能的问题也好 或者像过去其实也有出现过很多次那种抵制日货的这种状况 都是真真实实的对于日本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请这个驻华使馆呢 就是请中国政府就是呼吁他们的民众要这个克制 不过这我觉得也蛮难难蛮困难的就是了 那在日本的日本人呢当然也是觉得不堪其导 因为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核能这个废水的这个排放 其实一切都是符合国际标准 那国际原子能协会IAEA 他们其实也已经做出了一个保证 就是说其实有在监控 而且也确定说他们这个排放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些浓度啊或什么都是符合标准的 在符合标准的情形之下其实日本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 为什么中国的反应要这么大 这很显然在背后是有一定的这个 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媒体的这个炒作 因为像日本媒体他们就有提出来说 其实中国的这个核废水的这个排放 其实浓度或者这个量呢超过日本的十倍以上 那就是不懂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个 他们自己可以但是日本却是不行 不过当然呢这相关的这些言论呢 这种这些媒体的报道 或甚至是在微博上面 其实也有中国人自己去做来做科普 但是马上就被删光了 所以说其实中国呢 民众处在一种资讯不对等的这种状态 然后这个高度的控管的这个网络言论的这个状态 其实他们的这个怒火 针对日本的这个怒火是越烧越旺 那其实我觉得会到最后要看中国官方怎么样出面来做控制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像过去几次 那种抵制外国的这种状况 却这个逐渐的走向失控 好其实不止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日本排放核废水非常的反对 连南韩的民众也是非常反对 但是我们知道先前美国日本跟韩国才进行三方的会谈 那么其实这也是日韩所谓的破冰的一个关键 因为其实两国从二战以来一直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所以双方的关键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紧张 那么这也是美国日本韩国首次来举行相关的会晤 也认为说是有可能加速双方来和解的哦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次日本排放核废水 韩国总统尹锡悦他是知资未提完全没有表态 这也让南韩的民众非常的不高兴哦 他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有16名大学生闯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来抗议 甚至有80%的南韩受访的民众是反对日本排核废水的 甚至有专家说其实呢如果影席约表现不好的话 未来的任期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所谓的跛脚压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接下来连任的状况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南韩这个很多靠这个海吃饭的渔民 也非常的担心生计会不保 而且很多韩国的民众呢也在排放核废水之后 疯狂的囤货相关的盐等等的也是一直去抢去囤哦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韩国政府也强调说 他们会持续的来监测附近的海域 把国民的担忧降到最低 南韩全罗南道的渔民从事捕捞作业 和大海一起生活超过50年 面对日本政府从这个月24号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 他们只能叹气 附近的水产品销售中心几乎看不见客人 从去年春天日本预告排放核废水后 原本会来光顾的人潮瞬间消失 业者苦苦撑到现在担心日子更难熬了 当地有名的黄花渔街也同样冷清 随时对水产品的不安感扩散 开始由商家关门停业 业者原本期待下个月的中秋节商机 现在希望成为炮影 消费者同样担忧 来到首尔这家大型超市 冷清的平日白天时段 水产品专区挤满了人 鱿鱼 螃蟹全都装进购物车 民众认为排放核份水之后的水产品不可靠 赶紧来吞货 面对福岛核废水排放 超市店员们也很担心 未来水产品业绩恐怕大幅度减少 那和政府担心 核废水排放会在线消费萎缩 除了将加强水产品的辐射检验 也正在考虑都用预备金促进消费 南韩政府从28号开始 对进口水产品进行 为期100天的原产地标识检查 计划走访进口水产品的企业 三次以上 确认原产地标识有无作假 但能否消除消费者不安 还是未知输 首尔市另外提出方案 将部分产地 雨种 每天对所有水产品 进行安全抽样调查 并及时公开检查结果 让广大市民安心 至于福岛核废水 何时才会到达朝鲜半岛海域 南韩政府预测 核废水将顺着海流绕太平洋一圈 最快在4年后流入 也有专家认为 核废水几年后流到南韩 已经被海水大幅度稀释浓度 对南韩国内产生的影响 微乎其微 南韩政府计划 每个月对200处南韩海域 拔出日本附近公海 和10处太平洋沿岸的海水 进行监测 将国民的担忧降到最低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也带大家来关心南韩的房价 他们现在发现南韩的房价 出现大幅下跌的趋势 包括像是首尔江南区的精华地带 25平的户型跟去年5月相比 差了10亿多韩元 大约是2400万台币 非常的多 那么专家就分析 主要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大 而且加上央行连续的升息 才会开始影响南韩的房价 高楼林立还有街道整齐优美 尤其韩国首尔江南区更是精华地带 像在这里买房跟台湾一样 恐怕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不过根据韩国不动产院数据 2022年南韩全国房价年减4.68% 创下史上最大涨幅 今年年头开始 甚至去年年尾的时候 开始就有一点降价的现象 然后现在韩国的整个 不动产的那些专家就在预测说 下半年会更加降价 南韩国土交通部的交易资料显示 今年1月江南区25平的户型 以28亿4千万韩元的价格成交 比去年5月最高价39亿韩元 低了10亿多韩元 折合台币大约2400万元 只知道就是利息一直都还算是蛮高的 所以很多人就 就算房价掉了也不一定买得起 这样子 虽然有很多需求 但是那个利息还是蛮高的 所以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 承受那个利息的高利息的话 可能就是在房价再降 而且他们说的降幅度是很大 但是韩国本来的房价其实 它的出发点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它就算降了 就是比例年来说还多 对平凡人来说还是很贵 还是买不起的一种状态 在将近一年的房价下跌之下 遇上通膨 南韩年轻人压力值会越来越大 尤其从2021年以来 为了抑制通膨 南韩中央银行连续10次升息 将基准利率由0.5%上调到3.5% 加剧房贷利率上涨 房贷利率更是高达7%到8% 引发房价开始崩盘 收尔房价更是暴跌20% 在一个短时间快速升息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韩国的一个房地产 就有大幅来做的一个修正 累积到现在 它升息的幅度已经到12 就3% 不同的银行房贷利率当然不一样 那他们现在普遍的房贷利率 都超过8%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 大概就可以想象出来 对他们的房地产的影响 跟台湾的情况 当然是很不一样 2020年到2021年 收尔房价涨幅超过50% 没拼价格几乎仅次于香港 近期下跌主要来自于连续升息 不过对比台湾 尽管在央行宣布第五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不过房价跌幅却不明显 简单讲 这个市场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是存在 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是存在 那么政府纵然在6月15号 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信用贷款 7月1号准备全面来实施 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的一个打房的一个政策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 还有待我们后面继续来做一个观察 台湾升息力道相比之下比较温和 而再选择性信用管制 平均地权条例 对房市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成交量萎缩 加上台湾经济仍然保持平稳 专家坦言房价要下降不容易 台湾累积到现在大概是升了3码 就0.75 所以1%都还不到 所以相对的对房地产的影响 就会很不一样 从去年开始 它就有严重的出口的问题 就是它出口有比较严重的衰退 但是因为全球的通膨 所以进口的物价也是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它的进口增加的幅度非常的大 但是出口又呈现衰退 所以它就开始产生所谓的贸易逆差 这个在过去韩国的经济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是很少出现的现象 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期 南韩又因为升息出口呈现贸易逆差 又加上少子化的冲击 房价崩跌的态势 恐怕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TVBS新闻于心汉刘军台北采访不断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